節目中所提及到的症狀期成因及相應療法因人而異 觀眾有問題請諮詢醫生 哇!這張震驚十三億人的藥方一劑就醫好? 轉法可以救到很多人? 不是吧?每天做這三個動作 可以延長十年命啊? 網上來超簡單的健康資訊 隨手按按鈕就可以看到了 但這些磁體會後悔一世的內容 有多少成是信得過的呢?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醫館 沒錯 今天我們首先要歡迎兩位嘉賓 首先有肥哥哥,劉沐瑟 大家好 還有我們好朋友的王李麗珊 大家好 肥哥哥,你平時有沒有上網瀏覽一下健康資訊呢? 我不喜歡把我的私人的照片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的 你的臉書會放一些照片 我不放,我只放一些健康資訊 不是,是健康資訊的 因為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只要發掘到一些好的健康資訊 我都會放在上面 對我來說,我可能比較餵食 我專門留意一些和食療有關的東西 可能之前有一陣子身體不太好 經常咳嗽 我就會上網去看一些 可能止咳嗽或者潤肺的一些簡單的食療 然後自己去試 但真的會有效的 而且我覺得這些也挺有趣的 用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你就可以令自己可以有一種調理身體的作用 大家一場來到新醫館 不如自我診斷一下 看看自己或者身邊的人 有沒有以下這些病徵 首先就是有沒有失去短期記憶 我其實很少有的 不過通常突然之間 想記起一些東西 總是在口中說不出那些 說得很順便 但又不見得到那些 反而我不會這樣 反而是會忘記了 可能幾年前的一些記憶 幾年前? 對,譬如有時遇到一些人 然後我覺得 為何這麼熟口臉 我在哪裡見過你 這些是識人的開場法 我忘記了幾時見過你 肥哥哥 他剛剛經過樓下 給我招牌撞一撞 第二個就是 對於時間和方向感 有一點混亂的感覺 這件事你不要問我 因為我很清楚 因為我是人肉地圖 所以我很清楚 所以我一定沒有這個精作 這麼精靈? 是啊 其實我也是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繼續看看 好 第三樣就是 語言和表達理解出現困難 怎麼會無緣無故 不會理解自己說的話 真的 不會不會 有時真的會詞不達意 可能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或者有些詞語 不是你經常用的 但你很想形容出來 我真的會試過 這樣 這樣 只是你心目中的詞點少 你知道嗎 我詞 沒錯 大家看看第四樣 第四樣就是判斷力減退 這個判斷力 譬如有時你遇到一個帳單 你不懂得如何判斷 處理這件事 或者有時 有一個送 你不懂得如何 我一定有 我也有 我每個月都在想 如何去結帳 錢如何來 這些判斷力 很嚴重 這個 還有有時看單 你會覺得 為何無緣無故多一條帳 是不是我的 我會有這種感覺 對 女孩子經常出現 第五樣 最後一樣就是 隨便亂擺東西 就是說 你不知道哪些東西 應該擺在哪裏 譬如油順劑 就是那些 你擺在雪櫃 Cindy 我這麼愛用姐姐 你這麼愛用姐姐 我們家的衣物油順 應該擺在雪櫃 是 這個應該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是嗎 有五種類似同的症狀 是 你們覺得會是甚麼病 老人絲外症 一定是 是吧 Lisa 你說呢 我覺得不一定 我反而覺得是 不同人有些成長期的時候 會有一個反叛期 他專門做這些 這麼反叛的事 去吸引人注意 反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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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肥哥哥猜對了 我們今集新醫館的主題 就是 認知障礙症 剛才肥哥哥說 老人痴外症 其實是之前的一個名字 現今就已經改名為 認知障礙症 不要以為自己沒有這些病症 就不關自己的事 我在網上就看過這樣的標題 夢中踢腳大叫 是認知障礙症的先兆 內文就說有科學家警告 睡覺的時候會動手動腳 大叫 夢遊周圍走 是有快速眼凍睡眠行為障礙 而這個症狀 是認知障礙症的先兆 這個很難說的 很多人都發開口夢都大叫 我老婆就退發了 老人要幾年了 她真的會失驚無神 不斷哭哭哭 大聲喊都不出奇 大概有什麼症狀 不懂路回家 我外父就是 初初的時候說話 有些狗不行 因為我又親車就是這樣 出去不懂得回來 可能到年紀大 有一天都會 你當然大了 不用怕 自然的 看完這個震驚標題 這個震驚的街訪 大家覺得害不害怕 我不怕 我不怕 不怕 因為我已經面對過 是啊 我爸爸已經是 然後我大舅父 我二姑掌 這樣的一段 是啊 我也不知道你現在說出來 我才知道 當然 你擔心有遺傳性 其實沒得擔心 因為我覺得 好像剛才最後的伯伯都這樣說 到差不多年紀的時候 真的要來的時候 你都沒辦法了 真的 Esa 你怕不怕 我覺得 你這樣問我 我還怕 但剛才看完之後 我覺得 好像有很多事情 是你到年紀大的時候 你才會發生 還有你可能 突然睡覺 你沒有意識去做了一些事情 其實真的挺害怕的 我們說了有法夢 法夢大叫 很多不同這些 關於法夢的症狀 你覺得 跟我們今天的標題 就是認知障礙症 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完全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都在 我都放了一個攝影機 在我床頭 看誰會搬 看誰會搬 那你有什麼分歧的發現 我想知道 暫時沒有 但是我老婆說 你不要侵犯我的自由 那你也挺相信網上這個標題 是啊 但反而我覺得 其實你睡覺睡得不好 很多問題會產生 不是說一定睡覺睡得不好 就會引起這個 認知障礙症的 絕對 可能有其他事情 都會引發出來 是啊 好像我現在已經開始想睡了 是嗎 不要睡著 我們先找專家解答 那我們就請來 精神科專科醫生 宋永權醫生力 解答大家的 有請宋醫生 謝謝宋醫生 那究竟 是否真的 如果在夢遊的人 是否不可以叫醒他呢 那夢遊這件事呢 其實在精神科來說 它是屬於一個睡眠的疾病 它應該是在睡覺 應該是一個深層睡眠的狀態 但是同時間 它又突然想去回清醒的狀態 而出現一個現象 夢遊症呢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小朋友的病 小朋友 是的 小朋友的病 通常是四至八歲最多 這個是原因 他們的睡眠結構未穩定 所以會出現一個情況 我們可不可以叫醒他呢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會比較困難 而且他們真的叫醒了他 那麼他有一個短時間 都會有一點點的神之不清 有一點點迷惘的情況出現 快速眼凍睡眠 是否障礙那些呢 是 是否一樣的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說的是 我們一個睡眠狀態的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做夢的狀態 因為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雖然身是完全不動 但是眼睛是會動的 眼睛是會好像我們在看夢境 身歷其境的狀態那樣 至於老人家這個快速眼凍行為障礙 就是他這個控制身體的部分傷害問題 是 所以有時候他們是會發一些很暴力的夢 他們會打到戒個人 或者是整傷到自己 快速眼凍睡眠行為障礙 這個是屬於老人家的病 那麼他們是大概可能超過五十歲 很多時候上了年紀的男士 那他們才會有的 所以我想你不用擔心的 是 那我們做夢啊 或者夢遊啊 那是不是有關認知障礙 是否先兆呢 其實 現在我們認知這個發速 閉眼凍睡眠行為障礙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機會 是跟腦部產生的病變 是有關連的 通常的病變都是以退化性為主 例如柏金順症 那他們是腦部因為有了病變 而同時影響了他們 控制身體肌肉能力這個情況出現 而在夢裡面會產生這個障礙 那至於跟認知障礙症 就沒有很直接的很大的關係 夢中劈弱大叫 是認知障礙症的先兆這條標題 確實嚇得我大叫了一聲啊 不過 髮紅色玉大叫不一定是幻想認知障礙症 今次都算是掌知識了 不過你又這樣說 如果你沒有做夢 或者沒有做夢大叫的時候 其實都不代表你是沒事的 那你說了 所以今次我們就預備了一個 簡短的智能測驗和你們玩 看看你們有沒有認知障礙症的 那不如大家試一試 記三件事先 我說三件事大家嘗試立刻記住它 好 雪梨 報紙 火車 晚一點我會再問你 好 那現在我們試一下計數 我們由100開始 是100 100開始就減7 將答案再減7 如此類推 現在開始了 93 83 86 是 79 是 72 65 15 好了 大家計得非常之好 我想問剛才我不是叫你記三件事嗎 可不可以說出來是甚麼 雪梨報紙火車 非常之好 剛才聽到反應 肥哥哥的答案 非常快 又正確 至於 Lisa 兩位女士 她看來沒有參與計算 有的 我很 她知道究竟她是不想做 還是她的能力是有問題 不是 她現在還計算 算術那部分 OK 93 那裡計算 對 那不如我解釋一下 其實剛才那兩個測試是在做甚麼 其實第一個 其實就是在考慮短暫記憶 那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在問專注力 集中力 和運算的能力 Cindy和Lisa 專注力很高 在拍手和算數上 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初步的測試 真正的認知障礙症 哪有這麼簡單 稍後回來繼續跟你 在新衣館 在我們中醫當中 投為豬羊之會 所以如果大家想達到一個醒路提神 精神一點的效果的話 做我以下這個小的經濟按摩操 做法非常之簡單 不需要工具 四隻手指從你的頭的前方疏向後方 就達到一個按摩的作用 至於中間這一條 不要由前向後 要由後向前 因為它是屬於陰莖 毒脈裡面的 所以如果來講的話 達到這個效果 大家就能夠精神一點 不過你會想 頭髮好像會疏亂了 不要緊 疏回來就行了 歡迎大家回來新衣館 今集的主題就是 認知障礙症 其實認知障礙症 只是一個籠統的稱號 其實它裡面有十幾種不同的腦部推發疾病 沒錯 其實很多不同的腦部推發疾病裡面 會影響記憶力的 而大家有最常聽過的可能是 亞之凱脈症 或者是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但其實我覺得最常見這個症狀就是 沒有記性 其實沒有記性 你們覺得要什麼程度才算是病 最常見的情況下就是 明明那個朋友你是認識的 有時候我們見到面的時候 可能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年紀大 可能是我 你的名字在嘴唇邊 你就說來說去都說不到 他究竟懂什麼 叫什麼名字 宋醫生我想問 為什麼認知障礙症會沒有記性 還有多少歲是為之叫正常 其實認知障礙症 我們通常說的 就不只是記性的問題 首先說到認知障礙症 是什麼原因先 並知障礙症就是 腦部受到一些不同的病變的原因 而導致腦細胞的急速死亡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就會用65歲為一個界限 如果65歲的人 其實他們的腦部隨著年紀 都有一些退化的跡象 是可以是正常的 可以是生理性的情況 這些就未必是一個病 但是如果超過了65歲 發覺他短期內 可能幾年之間 他們的記性 甚至乎其他認知能力 是不斷地下降 速度去到影響到 他生活的能力 治理能力 判斷力 這就是一個病症 那有沒有家族遺傳性呢 有 家族遺傳性 對 其實家族遺傳性是有的 不過就不是所有的認知障礙症都有 例如剛才說過亞之海蜜症 他是有家族遺傳的關係 有家族遺傳性在裡面 他的子女患上這個疾病的機會是高些 也有機會是早些 其實有沒有說有些預防的方法 譬如我們很多老人家喜歡打麻雀 通常都是打麻雀 就是經常性 如果你有去參觀過就知道 是其中一個活動來的 不是其中一個活動 是必然的 他們在裡面 一定是有打麻雀的活動 因為打麻雀 對他們的認知障礙症 是有一個很好的幫助的 對不對 醫生 對 真的完全是 我們說 如果想幫助預防這個認知障礙症 我們其中一個方向就是 訓練我們的老婆的功能 曾經有研究 證實了打麻雀是會減慢那個 認知障礙症那個退化的 那如果一些西方人來說 他們有沒有適合這個方法 還是打啤牌呢 其實你說得很好 其實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運用老婆 所以不一定是打麻雀 但是如果是外國人 可以打一條牌 可以下棋 其實這些都有幫助 甚至乎我們學一些新的事物 甚至乎學一個新的語言 其實都是會有幫助的 我自己也挺相信這個香薰治療 因為其實現在這幾年都挺流行 好像聽說不同的味道 混出來就有不同的功效 其實認知障礙症在坊間有很多種不同的靈類治療 香薰治療是其中一種 我們會覺得香薰治療其實可以幫助舒緩神經 我想大家都試過了 聞到一些很好味的香薰 覺得會舒緩的 是 那其實對於認知障礙症的患者 其實都有個幫助 一我們可以減輕她的情緒 就是放鬆她的神經緊張 是會幫助保養腦細胞的 另一方面其實有很多認知障礙症的患者 他們對情緒激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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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還有其他的東西是需要可以幫助患者 可以舒緩了她現在這個情緒 預防 預防 如果我們說預防 我們最主要都是針對保障那個腦細胞的健康 所以均衡的飲食是很重要 是 尤其我們要預防一些糖尿病高血壓 是 血管的疾病 我們要盡量是低鹽低油低脂肪的 那老人家最重要就是飲食定時 還有有適量的運動 那經常有說用銀行業這件事 是可以幫助到預防 是否真的有用呢 是 外國也曾經有研究過 銀行業是有幫助輕微 是 輕微 輕微的腦退化症的 但是如果一去到比較嚴重一點 就未必很足夠了 坊間又有一些補腦藥 有可能有一些補充劑 在那些藥房裡有得賣的 那其實那些有幫不幫到呢 嗯 其實我們現在所知道呢 如果真的要治療這個認知障礙症 就要看它有什麼原因 例如它是阿滋海蜜症的 那其實現在都是有些藥物 是會減慢病變的速度的 那如果它是血管性的認知障礙症呢 那最重要就是保持血管的腸通 一些薄血的藥其實都會有幫助 但是如果說其他一些食療啊 或者是魚油啊 或者是其他的物質呢 那其實吃了呢 其實我們都會相信是 對於這個腦神經是有一些 是有一個整體的健康 但就未必可以針對到那個病的原因 去改變到那個病情 我家族性就已經有幾位的朋友 都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那會不會有些治療的方法是可以令到他們 不單是舒緩或者是什麼呢 根治 根治有沒有辦法呢 其實現在暫時呢 都未找到一個確實的病因 是怎樣出現的 例如以阿滋海蜜症來說 發覺是有家族遺傳 但是那個病的過程呢 其實我們都不是十分精彩 是 所以也都暫時未有一個很有效的患者 去根治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減慢那個病變的速度 那如果至於是血管性的 認知障礙症呢 最重要就是保持那個血管的健康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宋醫生會不會有一些運動 是我們真的可以自己做到的 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可以預防到這個認知障礙症呢 是的 其實都有一些物理治療師 他們都會設計了一些運動 是我們可以幫助我們的老婆 做一個健康的 就是用兩隻手 是 我們做一個長方形 是 然後拼著它 拼著它 好 接著我們就反轉 我們不斷地做 是要分開和黏密的 分開再黏密 分開再黏密 是的 一反轉又是要分開再黏密 也是要做十次的 是的 這個其實都是幫助我們 活動我們的左邊和右邊的老婆 就是這樣 好 好 挺正確 其實我們今集都認識了很多 認知障礙的東西 那我們就多謝宋永琴醫生 謝謝 兩位嘉賓 Lisa和肥哥哥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所以大家要記住 有什麼不妥的話 就真的要找醫生問清楚它 至於自己的健康 自己都要落力去管理好它 是的 大家記住 醫學留言沒有網管 拆解全靠新醫管 拜拜 拜拜 謝謝 懷孕的朋友 長時間可能都會覺得有些腰酸背痛 肩膀好像很緊 背部好像很扯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有氣速的問題 以下做這個動作就可能幫到大家試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會需要一個瑜伽磚 如果你說我家裡沒有瑜伽磚 都不要緊 你可以找一些比較厚的書本 又或者雜誌 浪高自己的盆骨就可以了 我們首先會喬腳的坐姿 即是我們所說的盆膝座 輕輕把你的手放在膝蓋上高 在這裡留大約兩到三個呼吸 注意我們每次吸氣的時候 都不要用那麼淺層的呼吸 儘量試一下心吸氣和心呼氣 即是你覺得你的氧氣 不單止去到你的肺部 甚至乎去到BB那裡 在這裡留大約兩到三個呼吸之後 我們可以在這裡吸一口氣 呼氣的時候 將你的左手放在右邊膝蓋 右手放在背部 然後慢慢向後望 打開肩膀 記住我們不要含背 儘量讓自己再延展多些 好 然後吸氣回來中間 呼氣的時候再轉去另一邊 好 然後慢慢吸氣回來中間 大概我們這樣做 做八組左右 那就會完成這個動作了 橫耳鳴可能跟鼻咽癌有關 痛到我撥飆眼水很辛苦 耳鳴可以說是鼻咽癌其中一個常見的症狀 穴位按摩舒緩耳鳴 緊貼著我們的耳朵前面 快速地拆它 介紹鼻咽癌治療方法 我們香港甚至是病法率第一 一個中西醫協作的方法 是一個可行的治療方法 發在新突藥 新醫管 下星期日晚上8點 奇妙電視77台